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十三思冻子黄 女娲练食补天处 石破天津斗秋雨 梦入神山浇神域 老鱼跳波 受浇舞 无止不眠 以跪述 鹿角斜飞 诗寒吐 音乐的感染力能有多大的 鬼才诗人李鹤用通感手法 把抽象的声音转化为具体的画面 让我们去想象和感受 深秋的夜晚 李平在长安 弹奏起用不思蜀瞳 制成的精美空喉 声音美到天空的白云 都因此停住脚步 不再游荡 哀怨的取生袭来 让人想到香水边的仙女 悲伤流泪 泪水洒在竹子上 成了斑点 九天仙女 也闷闷不乐 接着是欢快清脆的曲调 仿佛昆仑山美 玉被打碎 或是凤凰名叫高飞 一会儿惹得芙蓉花伤心哭泣 一会儿又使得兰花开怀大笑 随后曲子高昂起来 仿佛冲到女娲 练食补过的天空 补天的五彩石被打破 漫天秋雨 从天而降 幻境中 李平好像进入了神山 向女仙传授记忆 老鱼兴奋地在波浪里跳跃 授娇也快乐地舞蹈 乐宫中的吴刚被乐声吸引 彻夜在桂树下逗留 桂树下的兔子也站着倾听 顾不上冷松松的露珠 沾湿了身体 这该是多么动人心魄的乐曲啊 天地为之陶醉 真是一场令人享受的音乐盛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雪地 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